这次常委会议 最大的赢家依然是穆国兴 在常委会上除了他原来和曹济年 王洪的铁三角之外 又增加了两个新常委的支持 加上吕敬明和军分区的赵司令 这样的话 穆国兴在市委常委会上就可以有六个支持者 这就意味着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 金山市常委会 那个市委书记孙一行 在这次常委会上又一次落入了下风 他经过一番审时夺势 终于决定再一次当他的傀儡书记 常委会上这一次重大的人事调整 在金山市的官场上引起的震动 绝不亚于青田县发生的事件 他的影响力甚至还要大于后者 特别是金山市公安局局长李青山 担任政法委书记进常委 又一次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 从一个县级的政法委书记 调到省会城市任公安局局长 没有多久 这又成了一个市委常委会的政法委书记了 行政级别从副处连跳两级变成了副厅了 大家私底下呀 一边羡慕着李青山的升迁之快 一边分析着他的升迁诡计 最后这些人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 那就是他和孙淑婷一样 都毫不例外的 是穆国星最信赖的人 也是干工作最兢兢业业 出力最多成绩最多的人 得出了这个结论之后啊 金山市大大小小的官员 也都知道了穆国星用人的原则 只要你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的工作 实时处处和市长保持一致 那你的奸臣就是光明的 更高的职位和更重的担子 也许正在等着你 青田县县委书记董其昌贪腐案 和县公安局局长屈金为的涉黑案 这两个案子的调查取证 已经接近了尾声了 下午穆国星接到了孙一行的电话 喂 国星同志 上次我和您说的那个客人 从京城里来了 人家通过省力的政法委书记传话说 要请我们吃顿饭 你看 我们怎么样不完 医生书记啊 厌无好厌 鸿门宴 人家原来是客 又是京城里担任着领导职务 由他来请我们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一行书记 我觉得还是由市委出面 宴请他一下比较合适 到时候我也会去敬陪莫座 你看我这个建议怎么样啊 你这个建议好啊 这样吧 我安排好了之后 再打电话通知你 好 夜幕渐渐的降临了 穆国星乘坐着二号车 按照孙一行的约定 准时来到了金山大酒店 刚一下车 就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和孙一行的秘书小芳 一起迎了上来 小芳给穆国星打开了车门 向那个人介绍道 牧师长 这位是京城司法部卖部长的秘书 刘忠国 刘秘书 有人说呀 有多大的官就有多大的秘书 这句话是对是错 不好妄加评论 这个刘志国论级别只不过是个处境 由于他的工作原因很少到下面来 这次他跟着一个部长来到宁北省 看到下面接待的人都是异常的恭敬 小心也就有点趾高气昂起来 刘志国听到小芳的介绍之后 看到眼前这个市长 不过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矛头小子 心里就起了轻视之意 就像个大领导似的 用手像蜻蜓点水似的 跟穆国星伸过来的手轻轻一碰 马上就收回来了 哦 是穆市长啊 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几位领导正在里面等着你呢 刘志国装出一副上级领导的样子 傲慢地对穆国星说着话 如果不知道的人 准以为他才是个部长 而穆国星只不过是一个 来向他汇报的下属 穆国星脸色一沉 不软不硬地给顶了回去 我的领导是宁北省政府和省委 我怎么不知道今天有省领导也来啊 今天来的都是几位领导啊 穆国星看都没看刘志国 转身问小方 方秘书 今天的客人还有省领导吗 有 为什么没有通知我呀 呃 穆市长 今天的省里的领导都没有来 只有从京城来的麦部长 还有孙书记 小方看到穆国星的脸色 急忙解释道 哦 麦部长不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客人吗 我好像来得刚刚好嘛 并没有来晚呢 穆国星和小方边说边走向包厢 自始至终再也没有和那个刘秘书正眼看一眼 把这个刘秘书搞得非常狼狈 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为什么麦部长会让他去门口迎接这个穆市长 看来这个年轻的市长不简单呢 这个世界上吧 有一些人他就是这么贱 人家对他好一点吧 他就装模作样的不识抬举 不理他了吧 他就非要上杆子去讨好人家 像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不信呢你就可以注意一下你身边的人看看有没有这种类型的 来到了包厢之后 穆国星看到上手的位子上正大马金刀的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市委书记孙一行正在那点头哈腰向哪个人说着什么 穆国星看到这个人瘦瘦高高的身材 头上略有点秃顶 脸上的颧骨非常高 一副白边眼镜在灯光下耀耀发光 眼镜蛇 一看到这个人穆国星脑子里就马上想起了那种既让人恶心又让人感到害怕的动物来 孙一行看到穆国星进了屋 连忙站起来说 哦来来牧师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经过孙一行这么一介绍三个人又寒暄了一番这才一一落座 牧师长我可是对你久闻大名啊 以前光听中央领导说起你如何如何年轻又如何如何能干 今天一介果然是名不虚传真是令人佩服啊 这个麦部长首先说话了 而且说的话呢还真是有几分水平 表面上是在赞扬穆国星 其实是指穆国星不过是个仗着祖辈的福音 才能身居高位的太子党之类的人物 另一层意思是说 穆国星这么年轻就当了一个省城市的市长 这里边一些人运作的能量确实不惜熬啊 哈哈哈哈 麦部长过奖了 省委和省政府让我来担任金山市的市长 既是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 也是在我的身上又加了一副重担的 所以我才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一心一意只想把工作做好 再大的困难都要去克服它 否则的话就会对不起信任我的领导 对不起对我抱有期望的人民群众啊 穆国星这番话 不软不硬的把麦部长给顶回去了 这番话的意思是 我能当上这个市长 不是靠家族运作得来的 而是靠我的政绩一步一步上来的 不光现在是这样 将来也是这样 听到穆国星的话后 麦部长不得不重新考虑起 他原来设想对付穆国星的那套办法 是不是真的在穆国星身上管用呢 这个年轻人看来有点不好对付啊 说话间服务员已经把菜一道道的端了上来 穆国星端起了他面前的杯子 微笑着对麦部长说 麦部长 我敬你一杯 今天能够认识你 我非常高兴 如果今后你还有机会来的话 欢迎尝回来看看呢 穆国星说完这句话 把杯中的酒喝干了 还倒过来冲着麦部长 晾了晾杯底 好啊 穆市长不愧是年轻有为 豪气云天呢 既然穆市长说请我尝回来看看 我也真是这么想的 毕竟这里是我的家乡嘛 在青田县还有我的亲人呢 那里也有我儿时的回忆 只是不知道这次回去 还是不是景色依旧啊 穆国星心想 来了 这个麦部长还真是单刀直入 一点都不含糊啊 麦部长 青田县的景色依然如旧 只不过是物是人非了 哦 穆市长 此话怎讲啊 麦部长 你在京城离得远 有些消息啊 你可能不太清楚 刚才我们孙书记好像也没和您讲清楚 那我现在和您详细的讲一讲吧 穆国星这个时候对麦部长的口气起了变化 根本就不用官场上那种下级对上级说的汇报之类的套话了 清田县县 他那个身为县公安局局长的小舅子 麦部长 一看穆国星刚上来就这么盛气凌人 就知道这个穆国星肯定是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才能如此的有耻无恐 在饭桌上就公开对自己发难了 他精心准备的 对付穆国星的招数 被穆国星这一下子全部打乱了 他也根本想不到穆国星竟然会如此不按常理出牌啊 穆市长啊 董奇昌是我的表弟不假 我也已经好多年没有和他联络了 至于他有没有犯罪 这还要有法律说了算吧 毕竟权大于法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啊 孙一行看到这两个人说话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连忙站起来皮笑肉不笑的说了声 你们先聊着啊 我去一下洗手间 然后就陶冶似的离开了包厢 莫市长 就咱们两个人了 你也是个直率人 咱们就名人不说暗话了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 对董奇昌怎么处理 那是你们宁北省委和省政府的事 我作为一个金官不想管 也管不到这件事 但是事情能适可而止就可以了 毕竟现在还是要讲安定团结的嘛 对你的工作破例 我还是非常佩服的 我曾经在他身边做过秘书的老首长 也曾经多次在我面前提起过你 他也十分地尊重穆老的为人 说你们穆家是后继友人了 所以说你的前途是非常远大的呀 穆国兴听明白了这个麦部长话里的意思 他是想暗示自己 如果这件事情不能适可而止 不光你给你爷爷树立一个强敌 就连你自己今后的仕途的发展 也不会十分地顺利 听到麦部长的话后 穆国兴的脸上露出了虚伪的笑容 他笑眯眯地说道 哈哈哈哈 麦部长啊 你话里的意思我非常明白 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呀 不过你为什么不早几天来呢 或者说你去找找我的爷爷 或者我的父亲 让他们告诉我一下 不就得了吗